注意啊,这个总统选举也不是直选,我记得在上期中我们说过,它是通过选举人来选举总统。 那么选举人是怎么产生呢?也是由各州的议会来决定游戏规则,他们来选举选举人。 那么这就有意思了,各州的议会是当地的名流士绅,也就是少数派, 他们所推选出来的总统选举人是最后有权选举总统的人,这就会有效的控制总统最后的结果。 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期中讲到过,但是讲的还不够深入。 你比如说这套制度它最有效的可以防止民主中间的出现了一些杂音, 比如说突然有一派或者有某个人特别强势,知名度很高。 你比如说麦当纳,它是全美国都闻名的一个歌星, 他如果要去竞选有可能吗?在选举人制度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第三党、第四党这些小党派在选举人制度之下也不可能出现,原因何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总统的选票, 如果你想选两党之外的第三方的候选人,或者你一个独立的候选人, 你这个选票上必须要写上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麦当纳, 同时还要写上谁推选麦当纳,就是你要把他的名字再加上选举人名字同时写上。 好,当你这个选票在进行统计的时候,人家一看你这个选举人没名啊,不知道是谁, 州的议会没有选他作为候选人,所以你这票就计入不了, 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有效的把这个第三党的或者这种特别有名的人, 他想自己单独去选总统可以有效的屏蔽掉。 你比如说在现实中,比如说我们看到独立候选人像佩里, 当年他赢得了全国20%的普选票,就是全国人口中20%人选他, 但是在538个这个选举人团中间,他的得票是零, 没有任何一个选举人投他,通过这个方式就可以彻底的屏蔽这些在社会中名气特别大的人, 但是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属于两党任何一党的人, 他是绝对没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这是一套很厉害的制度。 好,如果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出现了这个多数派掌权这个情况, 比如说他们通过了一个非常不利于少数派的一个侵犯他们财产权的一个议案, 总统是有权否决他的,所以通过总统这又是一道防火墙, 可以有效的再次制约多数派的这种权利,你的法案通过不了,总统可以否决。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这个总统任期和总统选举也是有意思的, 他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总统是四年,他不是这个参议院的六年, 也不是众议院的两年,这就搞出了三套选举机关的三种不同年限的选举制度, 多数派要想同时控制这么复杂的系统,基本上是没有希望的, 或者是根本不可能,从这一来说,有效的防止了多数派 任何侵犯少数财产权的这种议案的通过,基本没戏, 假如出现了极端少数这种情况,真的出现了一个法案, 他侵犯了少数人的财产权,又怎么办呢? 这就是第三道防线,最后一道我称之为是熔断机制, 就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当年是六个,现在是九个, 这帮人起到了熔断机制的作用,大法院的法官们完全不是通过选举的, 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总统和参议院共同推选, 而且是终身制,换不了,那么总统我刚才已经说了, 在他前面我们看到有州议会,然后再有州议会推举的总统选举人团, 然后再到总统,这中间有三道防火墙,参议院也是这么出现, 有两道防火墙,所以到最后这个最高大选法官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跟选民中间隔了好几道防火墙,由于是终身制, 除非他是自然死亡或者选择退休,否则任何人换不了他们, 如果你要等自然淘汰的话,有些法官活着寿命很长, 或八九十岁的人比比皆是,那就是你至少得等半个世纪, 才能够把法官这套体系全部换掉,好家伙, 法官这帮人,他们这个巨大权力是什么? 就是可以宣布任何这个参议院众议院的立法, 我宣布你违宪,不要忘了,解释宪法的权力是掌握在最高法院的手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套制度设计它是很厉害的, 二百年来从来没有被攻破过, 就多数派从来没有通过这套游戏规则, 能够把伤害少数派的这种法案,这个顺利通过,通过不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宪法的设计的最主要的根本的逻辑是什么? 就是多数派是危险的, 少数派的财产权必须要得到特殊的保护, 这是美国宪法最核心的中心逻辑, 也就是少数人是社会精英, 他们最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所以必须要得到特殊保护, 只有他们得到了保护才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 多数人才能受益,多数人的财产权也能受益, 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财富才会变得更多。 它是这样一套思维方式和这样一套逻辑架构, 那么这一套思想体系, 包括这个游戏规则, 在美国实验中被证明是成功的, 因为美国从当年那个殖民地, 发展到现代世界的超级强国, 主要可以说是这套政治制度的保证, 但是这套体系, 这套逻辑架构是不是能够在其他国家适用呢? 也就是少数人的财产权必须要得到特殊保护, 这个逻辑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呢? 这就必须要经过深度的分析, 这个逻辑在我看来, 它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隐含前提, 第一个隐含前提就是多数人必然会伤害少数人, 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有了这个前提你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少数人必须要得到特殊保护, 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在讲北欧模式的时候, 讲到过北欧的模式发源于维京海盗时代, 在维京海盗时代, 船长和船员它就是一个少数和多数的一个组合, 但是这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它形成了命运的共同体, 双方无论谁伤害谁, 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共同灭亡, 没有任何的回宣余地, 所以你会看到在海盗精神中间, 当船长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就是船臣的时候, 船长是最后一个弃船的, 现代的北欧的民主制度, 如果是继承于维京这个精神的话, 你会发现它非常不同于北美, 它就是一人一票, 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政治, 所以在这样一个制度之下, 选举出来的一定是代表多数人的掌权, 那么这些人去伤害少数人的利益吗? 没有, 北欧同样很发达, 北欧的社会同样很富裕, 可以说大家安居乐业, 财富水平也很高, 其实西欧的情况也差不多, 大家都是一人一票民主选举, 也就是说存在着跟美国这种少数人得到, 必须要得到特殊保护相反的这种案例, 这是第一个隐含条件, 第二个隐含条件就是, 少数人为什么需要特殊保护呢? 因为少数人所创造出的财产权, 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 是完全排他的, 这也是一个重要领衡条件, 但是这个对于其他国家是不是必然适用呢? 比如说我们想想看, 维京海盗们的财富, 它一定是靠集体的努力才能获得, 在荷兰这样的地方, 它是维海驻滴, 也就是必须要通过集体的力量, 才能把大海拦住, 因为它水平面很低, 你如果不通过集体力量, 维海驻滴就不会有良田, 中国也是一样, 如果不靠集体力量, 就不能够兴修水利, 自然灾害就会很频繁, 向立上黄河治水,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国家, 它的情况跟北美它就不一样, 比如说在四川地区都江燕, 它就是2000年前, 李冰父子带着四川的老百姓兴修了水利, 纵横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也是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美国它是属于移民国家, 移民国家就是大家白手创业, 到了这个国家之后, 什么也没有, 靠我们自己家庭的这种力量, 我们要克服所有的困难, 我们要克服所有的危险, 所以创造出的财富全部属于我, 跟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之下, 它对财产权的认识, 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 而且有强烈的自由, 这种意识, 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的财产, 而在这个另外一种国家, 就是欧亚大陆上的其他的所有国家, 它不是这个移民国家, 它是属于原住民国家, 在这些国家中, 财富和这种各种财产权, 有很多是他们的老祖先们, 历经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财富, 所以它这种财富, 像大运河、都江燕, 包括荷兰的这种围海的这种堤坝, 具有着相当明显的这种财产权的共享性, 它不是一种排他性财产权, 而是一种共享性财产权, 这个跟北美的殖民的这种国家就非常的不同, 你比如说对于美国人这种, 具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财产权意识的这种国家, 他们会认为四川的都江燕, 中国的大运河进行完全私有化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的这种思想意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但是中国人能接受吗? 我觉得显然这个要接受把都江燕私有化, 好家伙四川的老百姓, 成都老百姓得向某一个人去交使用水源这种费用, 这种关键在中国是不可能得到接受的, 那么如果我们来反思美国这个宪法的这个形成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宪法非常完美的符合了美国的具体的国情, 它是个移民国家, 大陆是荒地, 所以你鼓励排他性的私有权就会激发大家的斗志, 激发大家去获得财富的这种冲动, 所以你就能创造巨大的财富, 但是在原住民国家, 在很多社会中有祖先积累下共享性这种财产权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观念和意识就跟美洲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了解美国的历史, 就是你会看到, 现在美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很多产权的意识, 它是深深的根植于美国的殖民历史和它的文化传统, 所以他们提出的产权意识是一种强烈排他性的, 我们在参考美国发展经验和参考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验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它的文化传统, 他提出这个经济理念背后是有强烈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 对这些这种经验, 对这种概念必须要进行非常深刻和理性的分析, 你才能知道什么东西你能学, 什么东西你不能学, 换句话说, 每个国家它的成长经历, 它的发展的历史都跟它过去的全部的实践和跟它全部的历史有关, 没有一条道路是对于所有国家都一样的, 借鉴是需要借鉴, 学习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这种学习过程之中, 一定要通过理性, 通过严密的逻辑去把中间可以借鉴, 可以学习的东西提取出来, 并且要符合你的文化传统, 你的思想意识能够行得通, 这条道路才走得下去。 好, 今天我们讲到了美国宪法它的形成的历史,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关于美国这个系列已经讲了八七, 也就是从1607年一直到1787年, 这180年的历史, 也就是美国是怎么立国的,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分析美国, 而且这个分析的比较细, 就是在我看来, 美国这个国家实在是太重要了, 可能在未来一百年中间仍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而且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 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的作用, 所以我们不得不花这么多的时间, 全面系统深入, 而且客观去分析美国历史, 那么也正是由于花了这么多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对现在国内国际发生的很多新的新闻和事件, 没有来得及进行深入分析, 那么在美国这个系列结束之后, 我们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那么下个阶段将会重点去分析, 国内国际最近发生的很多有意思的事, 那么过一段时间, 我们还会回到美国这个主题, 也就是涵盖它19世纪真正崛起的最关键的一百年, 看看美国这个国家, 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农业国, 最后转型升级发展成事实上最强大的工业国, 我想这段历史, 对于现在中国经济的改革, 转型和升级都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 好, 今天关于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先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大家以后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个系列, 好, 谢谢各位, 最后我想把这八期这个节目的内容, 它所引用的参考书给大家推荐一下, 其实我没有带全, 首先推荐三本书, 第一本书是叫1491, 1491年这本书, 它主要涵盖了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 南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环境, 就是它整个生态环境, 包括它生产方式, 很有意思, 虽然我在节目中并没有直接去说到印第安人部落和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的话, 其实很多我们的表达的观点会有所不同, 所以这本书是值得大家看一看的, 还有一本书叫1493, 就是这本书的姊妹篇, 就是92年发现了新大陆之后, 1493年之后, 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是怎么在北美进行殖民的, 它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模式, 它的一些政治统治的手段, 包括在其他地区的一种扩张, 那么这本书, 它所提供的信息就构成了我们第一期讲到西班牙模式中间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第三本书就是跟这套书, 它们是一个系列, 这套书是牛津大学美国历史, 它是一套应该有十本书, 第一本书叫殖民地, 这个殖民地这本书它涵盖了美国这个13个州, 它们每个州是怎么成立的, 中间的关于教会的活动, 文化的活动, 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发展等等, 包括跟英联作战, 很多信息, 这些内容就是涵盖在我们头几期讲美国殖民地, 几个殖民地模式的时候引用了这本书的内容, 下一本书, 这也是牛津大学他们这个美国史, 一共十本书, 这本书它是讲的从1763年到1789年这段时间的历史, 就是我们最近两三期讲的重点内容, 中间提供了大量的信息, 你比如说我在节目中讲到了大量的具体的事例, 像纽波特的这个暗号去轰击英国的军舰, 包括英国的这个士兵在新英格兰地区所受到了种种的当地老百姓的反抗, 包括我们想讲到之前会议中间, 这个汉密尔顿和这个莫里斯他们准备发动军事政变等等等等, 全部来源于这本书, 为什么要去介绍和跟大家分享这个书呢? 因为这本书代表了美国现在史学界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倾向, 就是把历史事件梳理得非常的细, 而且提供了大量的细节, 这些细节构成了我们理解美国历史的一些背景, 就是你不掌握细节, 你就无法理解它出现了很多结论, 但是他们这个书有个共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就是他没有去解读, 没有去深入解释为什么, 只是告诉尼希刘是什么, 虽然写得很精彩, 但是深度, 它的深度是有限的, 比如说在我看来, 谢斯起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宪法制定之前的一个重大事件, 但在这本书里面, 它仅仅讲了不到半夜的篇幅, 这个量就太小了, 就是它的取舍是有点问题的, 不过总而言之, 这十本书基本上每本都是出自于大家, 而且很多都获得了美国的大奖和世界各国的大奖, 所以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本书, 就是比尔德, 这是美国历史学界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他这本书叫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可以说是一个开山之作, 是美国历史学家第一个采用用经济的视角去解读历史的, 他的成因的这样一个学派, 这个非常对我的胃口, 尤其他对宪法背后的这种利益关系分析的非常透彻, 细到什么程度, 细到55个代表, 每个代表手上有多少公债, 然后有多少土地, 有多少奴隶, 有多少家产,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类, 所以他的价值很大, 这本书出版之后, 这是1919年出版的, 基本上影响了美国20世纪史学界大部分人的观点, 而且在20世纪有几十年论战, 在争论这个书的观点, 所以这个书可以说是理解美国宪法, 从经济角度去理解美国宪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 那么比尔德他的另外一套书, 就是《美国文明的兴起》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美国文明的兴起呢, 你可以看到比尔德人知识面非常的广博, 行云流水, 而且他的这个思维非常活跃, 很跳跃, 中间引述了大量历史事实, 而且这个文笔很好, 但是呢, 这个书它有一个毛病, 就是你要读懂这个书, 要欣赏它的这个优美, 必须要建立在你对美国历史中间的很多人和事, 包括欧洲历史的很多细节, 要有充分的了解, 否则你欣赏不了它这种幽默, 和它这种非常传神的一些描述, 这本书如果说你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知识, 读这本书你收获会非常巨大, 那么还有一本书, 就是这个我今天讲到节目中间重点提到了麦迪逊, 还有这个包括汉密尔顿他们的观点, 就是联邦党人文集, 非常关键, 就像你要想理解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 他们最主要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这本书应该是大家都要读一读, 尤其是麦迪逊的观点, 我觉得他的观点, 当然他主要介绍了麦迪逊, 汉密尔顿还有杰伊三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麦迪逊的观点最深刻, 可以说是美国宪法制定中间的灵魂, 体验在他的观点中, 当然汉密尔顿在这本书中也有他的很多文章,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他对于美国司法这套体系的构建, 他的分析是很到位的, 比如说什么案件是由本州来接, 什么案件是由联邦法院来接,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间的关系, 而什么案件最后要上诉到最高法院, 他把这几者之间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 通过他这个解读, 你就可以深刻理解, 美国最高法院在最后解读美国宪法精神的时候, 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虽然在宪法条文中, 他只是一笔带过只提了一条, 但是由于最高大法官像马歇尔这些人的努力, 使得解读宪法的权力, 成了美国权力中间最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要读到汉密尔顿他的这个解读, 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 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叫辩论, 这个辩论就是麦迪逊, 他由于是宪法的主要的制定者, 所以在这本书中他详细地记录了宪法制宪会议中间的每一天的具体的日程, 每个人怎么发言的, 每个州的州代表是怎么说的, 他们中间是因为什么事炒, 大量的细节是在这本书里面, 他涵盖了从1787年5月一直到当年的9月17号, 宪法制宪过程中四个月以来, 每一天的会议纪要, 每一天每个人是什么态度, 怎么发言, 第二天他是怎么改变态度的, 所以这本书是了解美国制宪过程中细节的非要读了一本书, 只有这本书是最权威的,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没有去讲这么多的细节, 因为这个知识量太大, 信息量太大, 没法阐述, 但是很多观点, 很多我的推论是跟这本书有关的, 最后给大家推荐是两本美国的经济史, 这两本书写的都很不错, 这本呢,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从法律角度, 特别是宪法的中间的一些案例, 最高法院的案例来解读宪法对经济的影响, 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 以前我们在研究经济, 研究经济史的时候, 比较忽略法律, 特别是宪法解读, 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弗吉尼亚, 它这个模式的形成, 特别是跟它当时的地理条件, 就是多河流这个地貌特征, 从这一点引申出来, 它为什么城镇化没有发展起来, 都是源于这本书的很多观点, 那么另外呢, 就是第二本美国经济史, 这本书写的也非常不错, 通俗易懂, 而且它的数据非常的详尽, 你比如说我讲到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十年萧条, 主要就要援引它的这些数据, 虽然我没有说这个数, 但是你可以看到萧条的程度, 对外贸易的衰减程度, 而且它这个举例说了, 为什么十年之后美国经济开始崛起, 重新开始复苏, 就是因为它的贸易的网络发生了变化, 你可以从这本书看到, 北欧这个地方成了美国未来贸易增长最快的地区, 就是长出了新的贸易网络, 所以这些内容都是源于这本书的很多数据, 最后我想说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 绝不是拍脑门去想一个观点, 或者凭一种感受来介绍美国历史, 它的全部的内容都是有据可查, 而且全部表达的观点不完全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做的工作主要是把这么多信息进行高度的整合, 把它提炼出, 按照优先顺序体验出一个主线, 那么参照了各种类型的, 有法律的, 有政治的, 有经济的, 还有它文化传统, 甚至包括宗教, 把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集中, 所以做这个节目还是比较的辛苦, 当然了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比较枯燥, 这一点也希望我们观众原谅, 提论台上老王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 有人问NBA荆州影视队的库里是黑人吗, 这个问题问的很有代表性, 无论五官还是肤色, 库里在很多中国人眼里长得一点都不像非洲裔, 另外还有NBA快船队的格里芬, 巴西族群明星大罗纳尔多, 很多中国人也无法分辨, 他们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 不过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大航海时代, 普特牙, 西班牙, 荷兰等欧洲国家先商, 通过坑龙拐骗等手段, 把非洲人贩卖到美洲当奴隶, 这些黑人被白人当作私人财产, 当作两只脚的牲畜, 不预想有白人所用的权利, 随着时间推移, 黑人在美洲深温发芽, 美国各州为了区分这些黑人, 通过立法制定了一滴血原则, 只要组上有一个人是黑人, 就世世代代都是黑人, 种族隔离政策在美国延续了数百年, 一直遭到美国黑人的反抗, 1950年, 堪塔斯州的黑人铁路汉工阿里福布朗, 为了证据自己女儿琳达布朗, 在指教受白人的公立学校就读的权利, 起诉了当地教育委员会, 最终经过数年的诉讼, 才获得法院的胜诉判决, 这件案子令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瓦解, 因此被称为深刻影响美国的重要案件之一, 现在一滴血原则虽然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猥亵, 但是这个观念在许多美国人心里依然根深蒂固, 认为身上只要有一滴血是黑人的, 那么就是黑人, 白人身上只要有一滴血不是白人的, 就不是白人, 例如浓眉大眼的奥巴马, 哪怕他身上有一半白人血统, 但是依然被称作第一任非洲裔总统,